这里受得了吗 哈喽观众大家好 我是阿曼威尔姐夫 今年终于有新VR产品发布会了 PIMAX小派在西月中旬 举行了线上新品发布会 我也第一时间做了直播 跟大家边看边聊 大小商 小部大都有不少人在线看直播哦 这次发布会 小派终于回归自己现场的领域 PC VR 针对市场需求给出了三个方案 拥有刚画质无线创流的 Crystal加60G AirLake无线模组 价格减半 中年减轻 但画质依然在线的Crystal Light 还有接近人眼识别清晰度极限的Crystal Super 特别是减轻版的Crystal Light 我看完发布会直播 还没上手玩都挺心动了 Crystal Light 水晶Light挺有性价比的 对我觉得还行 真的还行 了解PC VR的老玩家可以先投个票 到底支持哪个小派的PC VR方案 不了解的玩家也没关系 今天这段视频跟你快速回看一下 这次发布会的三大重点新品 看看纯PC VR头显到底适不适合你 先讲Crystal和60G AirLake无线模组 一直有关注我频道的观众应该知道我是有一台小派水晶的 虽然还没有做正式的视频 现在官方推出新配件 不就有机会讲了吗 水晶是一台即PC VR 加VR体系寓意圣的VR头显意味着玩家随时可以在两种模式里切换 不过小派可能低估了VR体系开发的难度以及引入内容生态的不容易 导致这个模式下可玩性一般大多数买小派头显的人都是用PC VR直连模式 所以Meta开发了HorizonOS操作系统 小派岂不是迎来第二春吗 对于一个接近一公斤中的VR头显来说 高清晰度画面和更广的视野是最重要的功能 小派水晶有2880x2880的单眼分辨率 可替换的非球面光学透镜 保证了在头显偏移了一点也能看清楚画面 水平线上找官方说是125度 我自己测试是102度 换算下来最高峰值清晰度是35PPT 大家对于PPT降分分率没有概念的话可以举个例子 103度水平市场找的Meta Quest 3 它的PPT是25 更具体的实际表现就是小派水晶清晰度是更高的 玩任何PC VR游戏时都有明显的画质提升 不过目前要做到这个清晰度 只有有线直连电脑才行 但是地上会有太多数据线不太美观 所以小派这次发布了60G Air Link无线模组 利用YGIG技术实现真正的高保证无线PC VR 这个模组是专门给小派水晶设计的 因为只有这款头显才配备XR2芯片和电池 能带得到加密口模块 你可能会好奇了 所有的VR体机都可以无线圈流电脑玩PC VR游戏 有必要加多个无线模组吗 其实目前这类安卓系统的无线串流 是无法满足高画质的内容的 受限于传输速率 无法进行高帧率 高分辨率的画面传送 而小派这个60G Air Link无线模组 就支持在大年2880x2880的全分辨率下 以超低延时串流 而且有90Hz刷新率 只需要把Micro HDMI加密口接收器 连接到头显上 电脑段插入发射器 就形成一个完整的无线操作套件 利用YGIG技术 60G Air Link的传输带宽 比传统的WiFi高得多 低压缩的画面可以中低延时速度 传输到头显里 最重要是这个加密口模块的重量非常轻 放到Crystal上基本可以负略了 基于收价也很小派 水晶60G Air Link无线模组 299美刀 国内收价1999人民币 预计联莫发货 值不值得就看你是否看中 刚画之无线全流功能了 不过发布会里说的多美好 都只是紫面数据 还是要等正式退出时 弄一个来试试 是否能实现画出来的比赢 同时我在想 现在PC VR的玩家朋友 主要是玩些什么游戏呢 是老朋友节奏关键 还是半条命艾利克斯 一些模拟加息类的游戏 例如模拟飞行 或者模拟赛车 有PC VR游戏推荐需求的 请在弹幕上扣个1 可以考虑之后 出一期PC VR游戏推荐节目的 说回小派发布会 这次公布的其他两个PC VR头显 Crystal Light和Crystal Super 听名字就知道是Crystal的延伸版本 先说我觉得最亲民的水晶Light 水晶Light是小派水晶的简化版 自在满足那些对PC VR有高清晰度需求 但预算有限的玩家 保留了水晶的外观和核心功能 同时阉割掉对PC VR用户不那么重要的功能 跟水晶一样 水晶Light拥有单眼2880x2880的分辨率 120Hz最大刷新率 并继续使用废球面玻璃透镜 确保了高质量的视觉体验 而且Light还用上插值模式 不用非常强的显卡就能带得动 在牺牲锐度但分辨率不变的情况下 在Falve Index或者HP Reverb G2的显卡配置 就可以全开方便率去动这块35ppd显示屏了 而为了降低成本和减重 水晶Light阉割掉的部分就是没有了VR体系功能 意味着没有电池 没有XR2芯片 没有眼动追踪和机动调节同距的功能 只有固定注视点算染 也不支持之前说的60G Air Link无线模组 这次重量调整算比起水晶减轻了30% 也就是大概765克左右 比ManaGrasse Pro中一丢丢 算比起普遍都要接近1公斤重的小派头显 这次水晶Light明显提高了很大舒适度 优化的设计与功能 就可以让水晶Light的定价 远低于其他高端的PCVR头显 只需要699美元 国内售价5599人民币 更让我意外的是 这次小派终于不是发布后一年才开售 而是现在已经开始预售 5月底发货哦 对于想追求高分辨率 再有一台2060级显卡电脑 但预算有限的VR玩家 我觉得是十分值得冲的 接下来到最后一款新品 Crystal Super 水晶Super顾名思义 这是水晶的正强版 通过高分辨率 大线长角和高PPD 为玩家带来极致的沉浸感和清晰度 这次不只有前面板和光学透镜可以替换 连显示面板都可以自行更换 这里说得了吗 这个可换屏幕设计 应该算是夜间首创了 除了有分辨率为 单眼3840x3840的QLED屏幕 还有一款单眼4K的Micro OLED屏幕 没错 这是苹果Fision Pro在用的Micro OLED屏幕 甚至小拍Super 3的版本 会比Fision Pro有更高上述点 而且Micro OLED版本也会更快光学透镜 使用Pancake折叠光路透镜 换来更大的甜蜜点 猴显设计也会更薄 看数值就知道 水晶Super屏幕的原尺尺寸就比水晶大 意味着有更大的四场角 弥补了很多水晶玩家以前吐槽的缺点 还有前面板增加了彩色透视功能 虽然主要是用来做安全区用途 毕竟PC VR上都没有什么ML游戏 至于其他水晶本身有的功能 例如内向外追踪 眼动追踪 自动铜锯调节 注视点渗养等等依然保留 而售价就很小派啦 水晶Super QLED版本1799每刀 国内售价13599人民币 水晶Super Micro OLED版本1999每刀 国内售价14999人民币 如果把两条显示面板都一举拿下的话 成为22399每刀 国内售价17999人民币 很明显这是一套跟普通VR玩家 没有太大关系的设备 极有硬核的VR模拟器玩家 或者已经入手了水晶的玩家 会考虑升级 还有就是工业设计的VR大佬 或许也能入一台 反正这台设备目前没有准确的发售日期 就当是PIMAX的日常画比 字面数据看看就好了 等正式发售了再说像不像吧 我个人最期待的必须是Crystal Lite 轻便而且画质不掉队 价格只要Crystal的一半 在发布会直播间看到 我就很喜欢这款头衔了 而且看来不是花饼 在5月底就能面试 是牛星马 到时候上手验证一下就知道咯 那么你最喜欢哪一款 小派发布会上的新品呢 是60G Air Link 水晶Light 还是水晶Super 本身已经有VRTG的你 会考虑升级玩PC维绕吗 欢迎在弹幕或者评论区告诉我哦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有其他补充机 我会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喜欢这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和分享 支持一下姐夫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第一时间这次我的更新通知 姐夫在B站以及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哦 这里是常玩愈好一个集 愉快体验 你应该造成的XR号 这边呢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